这新建的楼盘都快完工了吧 我一直没来看过 今天顺路就去检查一下吧 大哥 你在这边上班吗 是啊 怎么了 我问一下你 平时这边工人下班了都在哪吃啊 哦 在那边 你去找工头领个面包吃吧 什么 面包 难道你们这里不管饭吗 之前管 现在不管了 因为新来了一个包工头 凌晨就让我们吃这个 你们吃这个面包吃了多长时间了 我吃了 我吃这个大概有半年了吧 什么 半年多了 是啊 你们包工头就给你吃这种面包 能吃饱吗 不是说管饭吗 还管什么饭啊 有这种面包吃就不错了 想打牙籍的话只能自己掏钱了 可是我们赚这点辛苦钱 哪里舍得花啊 那他把这些钱省下来都干嘛了 干什么 都给他老婆了呗 又买房又买车啊 你懂的 那他是不是把上面拨下来的钱 全部都私吞了 那肯定啊 之前我们这有人找他问过 他直接把人给开除了 把人开除了 对啊 你说啊 我们这要是不干的话没工资 干了 天然让我们吃这些东西 这干活一点劲都没有 说多了都是累啊 大哥 大哥 那你们包工头叫什么名字 他 工人们都叫他阿凯 行 我知道了 谢谢你大哥 你呀 你别吃这面包了 我这里有一百块钱 你拿去买点饭吃吧 你什么事啊 我就先走了 姑娘 这钱我不能拿 拿着吧 记得买饭吃啊 谢谢你啊 姑娘 不过我劝你这事还是别管了吧 没事大哥 这事啊 我管定了 现在这个社会 还有谁会我们做主 이러ết 喂 求你是阿凯吗 对啊 我就是 你是谁啊你 我是雨萱集团的总经理 总经理 开什么玩笑 我们总经理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你的电话的 哟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是不是又要升官发财了 升官发财 我问你 公司拨上那些款拿来给员工吃饭的 你用来干嘛了 啊 那个我都用来建设工程了 我今天去工地调查了 工程们都跟我说都没钱吃饭了 我问你 那钱都干嘛去了 总经理 你听我解释啊 你倒是给我解释啊 这钱到底去哪了 我可是拨了钱给工程吃饭的 总经理 你别给我解释了 我告诉你啊 你被辞退了 三天后啊 我们法庭见 干嘛呢 别碰衣服 我把你收拾一下 你看你这乱七八糟的 我告诉你 这件衣服是我妈留给我的 以后啊 你别碰我的东西 小剑 你也别不高兴 我知道是你妈留给你的衣服 可是我看着不舒服 我就帮你收拾一下 你还看我的衣服不舒服 我还看你不舒服呢 你这是怎么了 小剑 小剑 我知道你对我这个后妈有意见 可是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了 你爸她已经走了 现在这个家只有我能照顾你 谁希望你照顾我啊 我自己啊 能照顾好我自己 唉 你现在还小 你怎么照顾好你自己啊 你以后啊 不要给我嫁了好不好 你到了什么呢 大青岛超死了 这孩子长这么大了还任性 这以后让我这个后妈怎么照顾她呀 喂 喂 请问您是小剑的家长吗 啊 是是是 你是 我是他老师 我说你家小剑怎么回事呀 她都好几天没来上课了 什么 你说几天都没去上课了 是啊 难道你不知道吗 那行 这个事情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老师 你听到没有 你都几天没去上课了 不是 你管得着吗你 你 怎么着 你还想打我啊 我告诉你 我父母生前啊 可没打过我一巴掌 你竟然敢打我 你还有人提你父母啊 你对得起他们吗 你整天不好好上学 上网吧 逃课 还借同学钱 你说 你对得起他们吗 你别在这儿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不用了找你管吗 你管得着吗 多管闲事 我现在就是你吗 我有资格管你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一个后妈 我把你回来的后妈 听到没有 你就是没有资格管我 你去哪儿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以后不会找回来的 这是我辛辛苦苦给你涨的学费 现在还有什么用 妈我想你了 这是什么后妈对我一点都不好 天天打我骂我我想你了 还有我爸 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 找这么个人照顾我 什么人啊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也没有钱 喂 喂 你谁啊 你是小静吗 对啊 是我 怎么了 我是你爸爸深情的朋友 刚好啊 我这里有一度工作 需要一个人 听你爸爸说 你之前学习挺好的 现在毕业了吧 哦 毕业了 毕业了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来我公司一趟 我现在有时间 现在就有时间 好 那我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嗯 好好好 这小静他妈每个月都给他打琴 这个月怎么回事啊 这都好几天啊 还没打过来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你怎么回事啊 你脸怎么这么苍白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脸怎么这么苍白啊 哼哼笑 行 汉哑 你说你工作那么忙 怎么有时间过来啊 不忙你说了 我得了重病 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 什么病啊 这又没有啊 小雅你不用担心 我没事 你看你一个大公司 你还抽时间过来看我 我非常感谢 你还是回去忙你的事吧 没事 公司现在也不忙 你看你这个命 不爱事的 你还是回去吧 行啊 那你好好休息 我们公司了 行 帮你慢点 老板 我留你个事 什么事啊 说吧 这位工资我那么少啊 工资那么少 你以为你业绩多好吗 你之前每个月工资都是你妈给你打的 我妈给我打的 老板 你不是开玩笑吧 她一个后妈怎么可能给我打钱呢 怎么不可能 如果当初不是你妈跪着求我 我怎么可能把你留在我们公司啊 什么 跪着求你 你妈现在重病在家 我还是劝你啊 赶紧回家看看你妈吧 春天 这粗糙 一抄八一抄还开脱 一抄一抄 老师 凌晨老师回来了 你还真病了呀 对了 我听学校说这些日子都是你给我打的钱对吗 你爸走得早 我也没什么本事 我怕你吃苦 所以每个月就给你打点钱 那你这病是因为给我涨钱才病倒的吗 我说 你不要自责 这都是妈应该做的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的 我走的时候那样气你 平常那样对你 你为了给我涨钱竟然累倒了 我值得你这样做吗 值得 你是我儿子 你现在长大了 也懂事了 妈真的很高兴 可是 自从我爸走之后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妈看待过 你不生我的气吗 你还这样对我 说什么呢 儿子 我不生你的气 我知道你一开始不待见我 可我已经把你当成我亲生儿子了呀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 以后啊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踏实认钱 我认钱以后啊 我来养你 不会让你病着了 妈 以后啊 你就是我亲妈 我再也不会那样对你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好吗 妈不生你气了 妈原谅你 走 妈 我再去看病